今天五個人都已經殉職了 為什麼消防組第一時間沒辦法告訴我們說 因為你們願意主動修法 那修法的時間點是什麼 會不會開放基層的參與 這個事情牽涉到不同的機關 不同的權責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很快速的 跟相關機關來做整合協調 我們沒辦法給一個正確的時間 好那時間到之前 我們如果在發生像這樣的火警 消防署要我們地方的消防員 要用什麼的心態跟方式去救災 請你能告訴我們 現階段在這些資訊沒有充分揭露 低線救災人員沒有掌握的情況之下 我的建議是 消防署的建議是 請各位同仁參考化災處理的原則 搶救的對比搶救的快要重要 當你到達有化學物質的場所 你可能要先收集現場的化學品的資訊 危害性的化學品沒有掌握 現階段各位講的防禦性的這些搶救作為我們支持 那副署長我問一下 那如果說現場資訊不明 但是裡面有人受困了 我們要進去嗎 我們尊重現場救災指揮官 橫著所有的狀況所做的判斷 那也尊重現場所有消防同仁 跟指揮官所做的決定 副署長你負政治責任嗎 我不是政務官所以我沒有政治責任 我是事務官 我把實際上的現在行政機關 針對這個事情的重視 然後進行的方向在這邊跟大家來做做 101年修法的時候 毒管法治安法修法消防單位都有在現場 你們不是第一次接觸這個議題了 你們有政治責任 第三項的訴求有關籌組工會 那基本上消防員是公務人員 所以有公務人員協會法 那公會 協會法能夠保障我們嗎 協會法能夠針對地方事務的消防 消防事務能夠做檢討做處理嗎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答案嗎 這一個事情的主管權責 不在消防署不在內政部 協會之前也在很多的機會 包括立法院 所以你們只能樂觀基層是不是 對 事實上消防署 我們針對這個議題的立場 就是樂觀基層 副組長我覺得 我覺得你要刻意去迴避修法的時程 我們不能夠接受 副組長 國家要我們進入火場 卻能給我們後退的機會都沒有 為什麼今天連一個具體修法的時程都出不來 那針對協會三項的訴求 我做這樣的說明 謝謝 副組長不行 你不跟我離開 立即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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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講消防署 立即懷疑 你們特忙著為什麼不用趕 立即懷疑 立即懷疑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你也要看都做不到做什麼長官 好了好了好了 好 我們回來 請關打了 打問 好 我們各位跟他看的 我沒有看到的我們回來 好 我們今天看到了 我們內政部 可以回到民族的前面 或者家屬的手足 我們不願下一個消防員在犧牲 我們要呼籲業主自律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副組長出來告訴我們說 他們只能競速演你 給不出任何的失程 那他們要怎麼樣讓這些基層的消防員 安心的進入火場 好 好 好